你只需要花2,000 Hong Kong dollars 然后在最后的星期 你会有60,000 Hong Kong dollars 这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李佳超 但这话不是他说的 这是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但这话也不是他说的 这两条关于香港投资的虚假视频 让香港特区政府亲自下场回应 假的 AI的出现让谣言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 刚刚提到的深度伪造 就可以通过纯行驱动或人脸替换等手段 让人在视频中说出自己从没说过的话 从过去一年公开报道的近60起深度伪造案例中 我发现除了诋毁造谣名人之外 消费欺诈引导投资和干扰选举 这类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议题 占据了重要位置 表现形式几乎都是视频伪造 回到开头的视频 根据背景和构图 我找到了篡改前的部分原始视频 一样的演播厅 一样的茶杯 一样的红色领带 这是2023年7月5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香港媒体上接受的采访 主题也并非投资问题 一次普通的采访 摇身一变成为一夜暴富的宣传视频 怎么做到的 我找到一位董行的朋友 向我展示了一个小工具 首先我们进入系统 然后上传视频 系统检测 我们看见的这个红框 其实就代表着 该人脸被篡改的概率 可以判断 刚才这条视频 是深度合成伪造的 我们知道每一种大模型的算法 其实背后都是有它的特征的 这个特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算法指纹 你可以把这种指纹理解为一种算法的身份证 我在系统中找到了这条视频的身份证 Neural Texture 这是一种可以用于纯形驱动的算法 可以根据音频内容 让画面上的纯形和声音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 要完成一个深度伪造的视频 只需要用一些工具 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让我的声音匹配到特定的画面上 并述出想要表达的话 你能听出刚刚这一整段 到底是谁的声音吗 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 让机器能够更容易地模仿人类 当真与假的边界被模糊 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 来守护这种边界 2020年4月 国务院明确数据成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数据的规范开始加速推进 2022年12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数据20条 一套数据基础制度正式建立 2023年8月 七部门联合发布的 深层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正式实行 在真与假的边界上 掌握方向 才能掌握速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